上期剧情来到火制国附近 大家好,我是全书 先来看阿皮公主这边 自从遇到奈诺,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母亲让她攻打附近的一座城堡 在群妖寻找阿胜大师的时候 母亲的鸟群有发现 群妖无视了一座城堡 奈诺一定在里面藏了什么 那座城堡就是奈诺婴儿所在之处 在把婴儿交给妇人之后 琥珀被下令要去城堡保护婴儿 她帮助了一位老爷爷 并跟她进入城里干活 这里的人对琥珀非常不错 城里的生活相当融洽和谐 犬夜叉他们这时也来到附近 傍晚,阿皮出发准备工程 白童子要神恶过去监视 阿皮让鸟群除掉最猛盛 这已经是公开和奈诺叫板 深夜,鸟群袭击了城堡 琥珀保护了住在一起的吓人 奈诺通过碎片下令 要她去保护婴儿 犬夜叉一行也及时赶到支援 珊瑚直奔琥珀的方向而去 琥珀保护着夫人一行安全逃出房间 脑中还闪过驱魔师战斗的画面 奈诺这时又下令 抢走婴儿干掉周围的人 城堡已经基本沦陷 无法违抗命令的琥珀只能动手 她在精神上是抗拒的 但身体根本无法控制 看到琥珀流下眼泪 善良的夫人向她提问 你究竟被谁操控了心智 珊瑚的到来让琥珀迟疑了 可惜带着婴儿逃走的夫人 还是被神无稀的灵魂抢走婴儿 神乐看到了这一切 此时珊瑚的一句 琥珀你又杀人了 让琥珀逐渐想起了悲惨记忆 随后她就被神乐带走 天上琥珀下一时的起身 然后掉了下去 她终于想起了所有事情 那是她曾经逃避的悲伤过往 害怕面对的残忍记忆 神乐飞速服冲将琥珀救起 清醒的琥珀按下决心 就算同归于尽也要干掉耐落 另一边 城里人的血基本被吸干了 阿皮吐槽这只是一座普通的城堡 她不耐烦地先撤了 众人又立马来到珊瑚这里 大家不知该如何安慰她 珊瑚想着 就算把琥珀抢回来 又该如何拯救她的心 好在琥珀保护的下人都幸存下来 听到他们对琥珀的描述 珊瑚终于哭了 琥珀还是那个善良的孩子 隔天神乐最先推测出 城堡里的婴儿是白童子的心脏 或许那也是耐落的心脏 犬夜叉他们则继续寻找阿皮的巢穴 只不过气味和线索暂时都断了 大家也注意到了有些失神的珊瑚 米乐安静地陪在她的身边 没有任何破坏气氛的行为 接着奈诺解除了 用来隐藏阿皮巢穴的结界 这也就意味着奈诺准备出售了 很快犬夜叉就闻到了妖鸟的味道 同时杰梗派适神来找犬夜叉 可以看出杰梗好像没有完全恢复 她提醒犬夜叉 奈诺的目的或许就要达成 解除巢穴的结界吸引大家过去 打开通往此岸与彼岸之路 利用阿里的眼睛寻找四魂碎片 杰梗打算自己去但身体不允许 在犬夜叉的劝阻之下 杰梗拿出一支剑让她交给阿里 早上大家都已经知道 犬夜叉去夜会杰梗 她回来时将剑交给阿里 也没有任何隐瞒的地方 不过气氛还是有点微妙 随后众人前往妖怪巢穴 此时奈诺开始行动 阿皮的母亲吸完城堡拉批人的血池后 已经是完全康复了 她从山体现身这是一只大铁鸡 母女两个本就看奈诺不爽 但他们的攻击对奈诺没有效果 铁鸡健壮一口将奈诺吞下 也就是连接彼岸的妖怪 性格非常的凶残 犬夜叉他们一到就受到了攻击 没打几下铁鸡有些上头 奈诺从体内干掉了铁鸡 想反击的阿皮三叉挤炸了 奈诺随即将其贯穿 接着她又斩断铁鸡的头 体内的血喷涌成河 她连接着此案与彼岸的交界 这才是奈诺的真实目的 她顺着血盒先行一步 大家也急忙跟上 血盒之内充满了许多人的怨念 很快大家就来到了妖怪坟场 先行一步的奈诺暂时隐藏 在靠近全大将骸骨的时候 突然有一堆金刚石射出 阿里还发现骸骨里有四魂碎片 大家走近一看名家才认出 原来是保鲜鬼阁下 保鲜鬼表示这里不是活人该来的地方 四魂碎片就在她的后颈处 保鲜鬼能听到宝石的声音 寿命将近时她得到一枚四魂碎片 碎片说不能再次还原成欲 大多碎片都已落入恶徒手中 所以她才跟着保鲜鬼来到这里 保鲜鬼不打算交出四魂碎片 潜藏的奈诺污染了一下碎片 保鲜鬼就开始对犬夜叉动手 她的身体无比坚硬 碎片也逐渐变黑 风之伤完全伤不了对方 阿里的破魔之剑也没能净化碎片 一是因为碎片被金刚石包住 二是保鲜鬼的灵力比较强大 阿里想用杰梗的剑却被剑拒绝了 毕竟这把剑由鬼之助的土 直接对抗奈诺会比较有效 但阿里的攻击也非完全没有效果 犬夜叉让阿里再射一次 配合上风之伤 他们击碎了后颈的金刚石 不过犬夜叉被意外击中坠落 阿里着急想去找犬夜叉 奈诺则在这个时候现身 他无惧保鲜鬼的金刚石刺穿自己 准备强行挖出对方的四魂碎片 有了犬夜叉和阿里之前的攻击 奈诺才方便将碎片完全污染 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此时犬夜叉从地面冲上来缓击 无奈的是 红色铁碎牙屁不开结界 风之伤被反弹 暴流破也没用 犬夜叉还被保鲜鬼的头撞到 奈诺顺势得到最后一枚碎片 追猛胜遏制了风穴 血河之路也已关上 奈诺嘲笑者回不去的众人 这段期间 杀生丸顺的气味来到巢穴 血河已经流干了 神恶有给他指了另外一条路 就是之前有人把守的那扇门 杀生丸抽出斗鬼神一招未果 牛头马面表示 尘世的刀没用 天生牙此时发出提示 杀生丸一拔出来 门就开了 牛头马面立马跪下 那是能斩杀彼岸之物的刀 他们两个可不想送死 就这样杀生丸进入妖怪坟场 他一来就向奈诺轰了一招 随即瞻仰了一下父亲的坟墓 然后就遮了拳插一拳 以惩罚其让父亲的坟墓被如此糟蹋 接着杀生丸与奈诺对战 强颅杀生丸也无法劈开奈诺姐姐 奈诺还特意将身体伸出来让他砍 被斩断的肢体会喷出大量瘴气 这些瘴气对杀生丸没用 对其他人就不好说了 但杀生丸对此并不在意 反正灵也不在这里 期间恢复的保鲜鬼提出建议 他让权业叉用铁碎牙将自己劈开 这样就能获得自己的妖力 权业叉有些担心保鲜鬼 保鲜鬼则安慰到 如果你实力不济 反而会当场丧命 能力不是白送的你要有觉悟 几次砍下保鲜鬼没有裂痕 金刚石碎片建设了权业叉 然后外面的脏器就侵蚀过来了 阿里用最后两只剑进化脏器 杰梗的剑依然无法使用 危急罐头权业叉挺身而出 比起妖力 同伴的性命更加重要 这才是正确答案 权业叉挥出的风之伤力 竟然带有金刚石碎蟹 耐诺的结界被打破 铁碎牙完成新的化形 如果刚才权业叉被利益冲昏头脑 那金刚石碎蟹就会要了他的命 说完保鲜鬼就裂开了 铁碎牙也吸收了他的妖力 一招如星辰般的金刚枪破 朝奈诺使出 杀身丸随后又补上了一招 被切碎的奈诺即将消失 杰梗的剑发出提示 阿里立马射出一剑 可惜还是晚了一点点 奈诺在最后一刻和剑一起消失 碎片被全力杀他们拿到 在与保鲜鬼告别之后 众人就跟着杀身丸离开这里 杀身丸这时明白一件事情 粉碎奈诺的身体没用 要干掉他的心脏才行 此时神乐回到白童子这边 奈诺和杰梗的剑突然出现 白童子代替奈诺被射中 他的结界是连接奈诺与此案的关键 奈诺差一点就回不来了 不过白童子也没有挂掉 只是完全复原需要一些时间 奈诺已然知晓剑是杰梗的 但他现在找不到杰梗的气息 另外神无已经确认 白童子和奈诺的心脏 就是承包里的那个婴儿 他向湖泊打听婴儿被带去哪里 可惜湖泊也不清楚 神乐好心提醒他 不干掉奈诺你也活不了 琥珀因此得知婴儿是关键 他下定决心继续忍耐 一段时间后白童子终于恢复 奈诺让他引出结梗方法自定 琥珀要重帮协助 他们去干掉了一只叫厨子鼠的妖怪 并拿走了厨子鼠的神龛 这个东西打开之后 就会冲出来非常非常多的妖鼠 而且还会越砍越多 需要特定草药的毒烟制服 众人遇到之后 弥勒直接用风血吸收 他们救下了两个爷孙 一般来说厨子鼠放出的妖鼠 只会攻击自己要吃的量 从没听过会整群袭击吞子 大家立马深入查看 顺带一提 琥珀事先并不知情 他现在非常纠结 白童子想用这样的方式逼出结梗 逼不出来也无所谓 反正好玩就行 结梗自然不会不理 他让世神蝴蝶去拿朝陵墓之条 很快妖鼠已经泛滥成灾 珊瑚听说只要破坏神龛 妖鼠就会消失 但眼下实在找不到 通过附近的追猛圣 众人推测 这件事情跟奈诺有关系 做得这么明显 很像是想引某人出来 不是众人的话就是杰梗了 此时杰梗用朝陵墓之条施展魔技 这是将妖怪聚在一起消灭的法术 需要比较强大的灵力 于是众人决定兵分两路 犬夜叉阿里七宝顺着鼠群的方向 米勒珊瑚则去寻找鼠群的源头 珊瑚打算先解决神龛 白童子发现杰梗行动之后 叮嘱琥珀别关神龛就走了 由于被罪猛圣监视者 琥珀也不好随意行动 然后珊瑚和米勒就来了 一路上珊瑚看到许多村子被毁 他一直祈祷这和琥珀没有关系 但在看到现场之后 他也只能含泪攻向琥珀 琥珀则趁机关上神龛逃走 鼠群这时没有跟着神龛 魔技的效果很强 犬夜叉和阿里来到魔技树下看到 老鼠上树之后就被净化了 结羹也不在现场 怎料白童子召来了几只 破鱼妖怪吸在树上 魔技之树开始腐朽 犬夜叉和阿里全力保护魔技之树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被赶跑的白童子表示 只要结梗不出现 这样的事情就还会发生 而随着魔技树的灵力减落 鼠群开始往回寻找神龛 犬夜叉见状也赶紧往回走 米勒这边根本吸不完 珊瑚一边战斗一边唤醒琥珀 只要破坏神龛 鼠群就会消失 否则琥珀将会被吞噬 但在最猛声的监视下 他不能这样做 很快逃跑的琥珀被鼠群包围 珊瑚不顾危险冲了上去 神龛有姐姐保护 无法轻易打坏 珊瑚抱着琥珀被鼠群埋住 就连云木也无法脱身 闻到血腥味全差加快脚步 在他赶到的时候 杰梗一剑破除神龛姐姐 这才让神龛得以毁灭 鼠群也终于消失 射完这一剑 杰梗就走了 琥珀看着为保护自己 而受伤的姐姐 过往的一切历历在目 奈何他就是无法相认 珊瑚又一次看着琥珀被带走 晚上 珊瑚既无法原谅琥珀做的事情 也无法对琥珀下狠手 米娜有安慰他 不用勉强自己 因为这就是人心 另外杰梗也有了下一步行动 他割下一撮头发让世神带走 尝试寻找奈诺的位置 犬夜叉则回村告诉风 杰梗再次复活的事情 接下来有五集单集剧情 三集来自漫画原作 两集动画原创 我们大致了解一下即可 首先是阿黎回到现代学习休息 之前的脚踏车没有带回 邻居给了一辆旧的脚踏车 阿黎满心欢喜将其擦干 结果被从天而降的犬夜叉一脚踩坏 可想而知阿黎当时有多么生气 在阿黎上学期间 犬夜叉尝试修车失败 另外闺蜜团在得知 阿黎的混混男友在家的时候 就非常想去看一下 结果闺蜜团意外觉得 犬夜叉是个不错的男孩子 阿黎也因此心情变好 下一个单集是米勒的旧账 两年前在一个湖边的村子 米勒用昂贵的草药 救治了一位少女芝麻 顺便还问康复之后 要不要跟她生孩子 现在众人再次路过这个村子 芝麻有一种非米勒不嫁的感觉 其根本原因是要抖避胡神的纠缠 珊瑚对此非常不爽 晚上胡神过来取亲并告知情况 原来当年芝麻的爸爸 天天取湖水煎药 顺便向胡神祈求让女儿早日康复 要如何报答都行 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个局面 事已至此 芝麻竟然说出 自己两年前就已和米勒结合 生气的胡神被教育了一顿 郁闷的珊瑚则跑去湖边 随后胡神趁机将芝麻劫走 恰好在湖边的珊瑚就下芝麻 但他自己又被胡神拖入水中 胡神妄想娶珊瑚做小妾 米勒生气地冲入湖中表示 别抢我的女人 他直接将湖水吸干 并教训了一下胡神 对于这样的行动 珊瑚还是满意的 而且芝麻也没有和米勒做过什么 那只是用来骗胡神的 再来是两集动画原创 第一个叫永远和杀生丸大人在一起 有一天凌问起邪剑 干掉奈诺之后 杀生丸少也要做什么 邪剑表示应该会建立自己的帝国 不过那时凌是否还活着就不知道了 难道人与妖的结果注定悲剧 晚上睡觉的时候 凌不小心被孕育鬼拐走 那是用笛声拐走孩子贩卖的妖怪 附近村子也有小孩被拐走 杀生丸只小后就去找凌 村里是拜托云雅法师除妖 这是一位对妖怪非常严厉的法师 认为人和妖应该划清界限 他带人打败了英语鬼救出孩子们 然而凌并不想走 他不想再回到人类的村子 他要等待杀生丸少也 听到凌的愿望 杀生丸主动现身 他用强大的妖力破除对方的法术 但并没有伤害对方 杀生丸让凌自己选 凌毫不犹豫地跟着杀生丸走 云牙实在无法理解 人与妖为何可以相处 回来时凌向杀生丸说道 他如果死了 希望杀生丸不要忘记自己 杀生丸则回了一句说什么傻话 就这样他们三个继续前进 第二个叫琥珀珊瑚云牧的秘密花园 神恶琥珀正在四处寻找杰梗 琥珀有回到去魔师的村子 这一段给了不少小时候的回忆 而恰好权益杀他们也在村子的不远处 云牧独自行走遇到妖怪 琥珀出现和他联手干掉对方 他们两个还顺便续了一下旧 琥珀向云牧表达了自己的决心 他还给受伤的云牧上药 就像姐姐曾经给自己上药一样 琥珀最后带云牧去了自己的秘密花园 这里一点都没有变 琥珀取了一束百合花准备离去 珊瑚在这时找了上来 琥珀赶紧躲起来 他知道自己不能和姐姐相认 就算内心再痛也要忍下去 随后云牧带珊瑚去看百合花田 那是琥珀曾经送给他的花 再看到云牧伤口上的药 珊瑚已然明白他刚才和琥珀在一起 有些时候事情就是如此无奈 接着剧情回到原作 这一次的单极剧情和主线有关系 奈诺从山里拿走一颗宝石 间接引发了大量素勇逃出 那并不是很厉害的妖怪 一般只会附身在大型妖怪身上 但现在却有四处逃串的情况 全夜叉一行人帮忙除妖 后来竟然是七宝被附身 素勇的邪气影响了七宝 他开始四处恶作剧 甚至还引发了村民的讨伐 他的各种道具也是十分有趣 好在最后还是被全夜叉救下了 剧情由这里回到主线 众人开始追溯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素勇 他们的前素组应该非常庞大 但在附近没有看到对应的实体 只能推测是前素组不再适合技术 接着村民提供线索 有一座大山在一夜间消失了 全夜叉在那里还闻到奈诺的妖气 另外奈诺让神乐和琥珀消灭素勇 琥珀推测奈诺是想隐藏一些事情 神乐则去探寻周边移动的山 他这时已经被奈诺怀疑 奈诺还让琥珀去协助神无 晚上全夜叉他们找到了 那群素勇的前素组月山人 奈诺唤醒了沉睡200年的月山人 还夺走他体内的守护石布妖臂 月山人对此非常生气 布妖臂可以消除月山人的妖气 让他免于无意的争斗 在见识到全杀的实力 以及了解他们的目的之后 月山人撒出了自己的妖气结晶 接近布妖臂 结晶的妖气就会消失 远离的话则会恢复 这是寻找奈诺的线索 众人表示会夺回布妖臂 在一旁偷盯的神乐也拿了结晶 他清楚奈诺是想隐藏婴儿的妖气 另一边 琥珀被下定解决结梗的世神 结梗也随后出现 他完全没有发现奈诺 被从身后限制的行动 一件事射不死奈诺的 奈诺让琥珀干掉结梗 好在迷了他们用妖气结晶找到这里 奈诺选择暂时撤队 结梗和全杀交换了一些情报 奈诺想用布妖臂隐藏心脏 找到心脏就可以打败奈诺 之后白童子带着琥珀做实验 有一种叫做破的妖怪 专门吃人类的破 白童子将其斩杀并取出人破 没多久 全夜杀他们就看到了许多 像是应接在一起的四不像妖怪 妖怪被砍后飞出了许多破 生物的体内都有混合破 破是让身体活动了力量 混指的是灵魂也就是心 这些四不像妖怪体内只有破 顺带提 漫画这一段刚遥有登场 动画选择将其省略 接着大家又干掉了许多组合妖怪 直到遇见白童子和汪梁丸 原来那些妖怪都是白童子的试作品 他的最终成品就是这个汪梁丸 白童子用全夜杀来测试汪梁丸的实力 但在全夜杀施展金刚枪破的时候 白童子竟然舍身为其抵挡 他们拿走米娜的妖气晶石后就撤了 白童子将晶石和汪梁丸都交给婴儿 神无为其注入灵魂 就是让婴儿与汪梁丸合体 隔天众人发现月杀人被杀了 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 以及路上遇到的小孩除妖者 全夜杀他们追到了东边灵山上的一座寺庙 奈洛的剧本也随之展开 说明下这段剧情在漫画里面比较烙 动画简化了些线索 我们直接来看是这样的 寺庙里的玉灵丸是位正义的除妖师 他收容了不少 因妖怪失去佳人的孤儿 玉灵丸的右手被妖怪吞噬 但他反而降服了妖怪为他除妖 孩子们所用的玉灵壶 就是他灌输的能量 而他幽闭的妖怪 实际上是吸收了婴儿的汪梁丸 寺庙周边有许多妖气 这是奈洛用来掩人耳目的 他也清楚神恶正在调查什么 晚上周围当地的群妖攻击寺庙 这些都是趁机来复仇的 玉灵丸和众人一起驱赶了妖怪 从他们的交谈中可以得知 月山人属于误伤 孩子们无法分辨妖怪的好与坏 玉灵丸虽然不喜欢众人 但也同意他们留宿一晚 毕竟外面有一群不敢进来的妖怪 神恶将这群妖怪干掉 再以失误操纵攻击寺庙 他一定要查清楚里面有没有婴儿 玉灵丸因为刚向火里灌输能量 现在正处于虚弱状态 阿里去看他的时候 右臂的妖怪因似魂碎片而恢复 神恶此时冲向寺庙 玉灵丸抓住阿里叫他别动 阿里对这个眼神感到不舒服 而且还有些似曾相识 因为这个视线是婴儿的 当神恶发现妖气结晶变色的时候 任谁都没有想到 玉灵丸竟然贯穿了神恶 受伤的神恶赶紧逃走 他坠落在沙生丸旁边的河里 多亏灵的执着才被救起 由于心脏在奈诺手上 神恶还是可以复原的 奈诺也有最后一件任务要他完成 恢复的神恶将婴儿的事情告诉沙生丸 还给了邪剑妖气水晶 沙生丸则提醒他 如果你说的事情是真的 那你应该已经被奈诺发现了 说完神恶就走了 他没有奢望沙生丸的帮助 只想在死之前再看他一眼 接着神恶又被下打新的命令 全夜杀他们去搜寻妖气来源 白童子带着神恶又来寺庙 他直接干掉了御灵丸 急忙赶回的全夜杀看到了这一幕 同时神无抱着婴儿出现 白童子将其带走 他还说御灵丸什么都不知道 神恶没有为白童子断后的意思 他从远处跟着白童子 众人将御灵丸埋葬后才出发 孩子们也被遣散了 婴儿故意让神恶看到 他们进入了鬼之眼 如此怀有一心的神恶 就会去给对方带路 米勒此时也想通了神恶的举动 他一定背叛了奈诺 两边都没有想到 这也是奈岛剧本的一部分 全夜杀他们进入了鬼之眼的内部 奈诺也确实在这里 他拿出无览的四魂之遇 唤醒鬼之眼 目的是让众人在这里被消化 米勒不顾追猛胜 强行吸收被拦住 腹中的漏臂已经被强化 金刚枪迫没有办法打穿 奈诺利用白童子的结界逃出 他们暂时没有揭穿神恶 另外杰庚偶然遇到神无 不过在汪梁丸的干扰之下 杰庚没有射中对方 回到鬼之眼的腹中 米勒已经无法支撑结界 全夜杀为众人盖上火鼠球 并将四魂碎片嵌在铁碎牙上 碎片离开阿里 就会被腹中的邪气污染 这也是奈诺的计划之一 好在阿里不顾危险抱住全夜杀 他忍住胃酸的刺痛 再一次进化了四魂碎片 在阿里和四魂碎片的加持之下 金刚枪迫终于打穿鬼附 阿里也是非常疲惫 之后众人回到疯的村子休息 全夜杀为自己被邪气影响 导致阿里受伤而自责 阿里则欣慰地安慰全夜杀 他们两人都认为 有彼此在身边真好 好了我是全叔 感谢收看 167集的TV版讲完了 下期进入完结篇 我们下期见